有人吗 快救救我的孩子 我进去吧 救救我的孩子 里面有人吗 快救救我的孩子 好什么吵 今天镇国侯府夫人要来拜佛 镇国侯可是大厦唯一一个有兵权的侯爷 她夫人更是苗族的圣子 苗族怎么对着他们 几条命都不够你赔的 可我的孩子高烧不值 要是再不救救她 她真的会没命的 这是怎么了 夫人 请问求这位不算心肠的夫人 快救救我的孩子吧 这孩子的脸怎么这么高 不要他们进来吧 谢谢夫人 谢谢夫人 孩子 你一定要顶得住啊 你可不能丢下娘啊 说 宝珠 宝珠 宝珠啊 为什么我的血涂到花上 花会重新开放呢 宝珠啊 因为娘是苗江圣母 只要是娘生的孩子呢 都会随娘一样有药灵圣体 她的血就跟娘一样 可以治病救人 还可以救一切的生命 心头血呀 更是可以让人起死为生啊 所以我和宝珠的身上 才会有一样的蝴蝶形胎记吗 是啊 你们的这个铃铛呢 就是你们作为苗江圣女的信物 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 以后如果你们遇见危险了 宝珠就用心头血来救你们 我顾家这下一代的晚辈啊 都是难定 已经凑够了三十六个了 好不容易有你们两个女娃娃 怎么可能让你们去救人呢 是啊 娘亲啊 一定会好好保护你们的 起死为生 那他们的心头血 竟是能救我的女儿 好不容易有没有 你欺负我姐姐 就请你姐姐去死吧 宝珍 怎么了 宝珠被坏人报仇了 什么 什么 夫人 宝月 本来坏人想抱走的是我 是宝珠带提了我 爹爹快去救救宝珠 好 我们好不容易有两个妹妹 我们不能没有宝珠 找妹妹 我要找妹妹 敢偷我镇光猴的孩子 把动兵力 找回我的女儿 我要将她 罪是万贯 孩子 我的孩子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抓我干什么 你的心头血 不是可以让人起死回生吗 我求求你 求求我的女儿 好不好 放开我 我要找我娘 你闭嘴 别生 你生日 你生日就是贵族 我女儿 高烧不退 竟然没地方救 这国后夫人 不是有两个女儿吗 我用一个 来救我的女儿 怎么了 淋 kommer 像这一样 我不会痛 我就问他 我 你 你 我 你们 你 我 你 无 死 我 你 我 我 我 哎呀太好了 这些东西真起作用了我的孩子 快找找不到宝珠小姐 这怎么没弄的 别动 谁家这么狠心的 把孩子扔到这儿了 这么小的孩子在这儿 活不过去吧 长根啊 你去卖酒啊 哎 你家温妍呢 她呀 出去卖花补贴家用了 哎呀你真是有福气啊 白见一个闺女 是啊 当年她命悬一线 我每天去悬崖边 采草药熬成汁给她喝 整整三个月呀 才把她救过来 要不然 像我这种残废 一辈子都不可能有女儿 不好了 老婆 你家闺女得罪了精神闺女 快被打死了 什么 那是谁啊 这么受欢迎 她可是郑国侯 唯一的女儿 顾家上下都把她当眼珠子护着 头爱的不得了 满月那天 皇上还将她戚封为了郡主啊 郡主啊 要买花吗 需要花吗 你好 需要花吗 只要一文钱 长成这样还出来卖花 真让人恶心 就是 要是买了她的话 脸上长出跟她一样的脏东西 该怎么办啊 诗诗啊 我好不容易 把你送到大厦唯一的居主身边 当丫鬟 你可给我争点气 要使得到她的重用 何愁 没有飞黄腾达的那天 你就放心吧 娘 那你就快去吧 要花吗 这不是十五年前 被我挖了心头学的臭八怪吗 不要 你这么硬 竟然没死 买花吗 怎么着 郡主 你没事吧 你这不值死活的 敢说我们大厦唯一的郡主 不要命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哪儿来的贱婢 今天不是京城贵女采封日吗 这 现在东西是怎么进来的 这手胃气 帽子这衣服都弄丧了 对不起 郡主 我会赔一套新的给你的 嘿 你知道我这身衣服多少钱吗 就是把你卖进我家的二十年奴婢 都不够你还的 不是我 是刚才有人 你 好大的胆子 我们郡主会怨恶你吗 还在这嘴硬 像你这样丑陋的人 注定低等 你娘生下你的时候 就应该直接把你给溺死 对对对 郡主 像她这种人 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世上 你娘没有完成的事情 就由我来替她完成 给我把她扔到湖里 被鱼 是 不 不 为什么 走 放开我 为什么 因为我生来高高在上 而你 注定低贱 放开 别走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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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珠 我们已经找了你十五年了 你到底在哪里 二哥你在干什么呀 快来陪宝珠一起放风筝呀 宝珠 宝珠 宝珠最喜欢跟二哥一起放风筝啦 好 宝珠 二哥也想和宝珠一起放风筝 二公子 有宝珠的下落了吗 还没有 这么少的线索 要找一个人 就如同大海捞针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 宝珠身上有一串银色铃铛串吗 连铃铛的线索都没有吗 三次的铃铛实在太多了 二公子不好了 郡主她被人欺负了 啊 谁敢欺负我顾怀前的妹妹 救命 救命 宝珠 你没事吧 二哥 你看这个贱民 把我的裙子弄成什么样子了 没事 我来处理 来人 先捞上来吧 对郡主不敬 直接弄死便宜她了 赵瑞 寡胎给我押去大狱 是 不 求求你们放了我 放了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弄到郡主裙子的 真的不是 宝珠 我们已经找了你十五年了 你到底在哪里 二哥你在干什么呀 快来陪宝珠一起放风筝呀 宝珠 宝珠最喜欢跟二哥一起放风筝啦 好 宝珠 二哥也想和宝珠一起放风筝 二公子 有宝珠的下落了吗 还没有 这么少的线索 要找一个人 就如同大海捞针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 宝珠身上有一串银色铃铛串吗 连铃铛的线索都没有吗 上次的铃铛实在太多了 二公子不好了 郡主他被人欺负了 谁敢欺负我顾怀前的妹妹 救命 救命 宝珍 你没事吧 二哥 你看这个贱民 把我的裙子弄成什么样子了 没事 我来处理 来人 先捞上来吧 不 对郡主不敬 直接弄死便宜她了 赵睿 把她给我押去大狱 是 不 求求你们放了我 放了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弄到郡主裙子的 真的不是 不要 我爹身体不好 你会打死她的 不要 放开她的 爹 既然这个剑壁想挨打 就给我一起打 你 别管我 你快走啊 你继续打 你 走啊 你续打 可以了 可以了 已经识惯了 我说的是让她受识惯 不是你们父女两个一起 刚才没有打在你这个残废爹身上的那几位 统统不算数 不行 她打我爹会死的 既然受不了石棍 那你就和这个残废爹一起去蹲大狱 不 不要 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见郡主说什么吗 脱走 是 不要 爹 爹 不说 娘 你怎么来了 事情我都听说了 这打也打了就算了 马上 就是你和宝珠的鸡鸡里了 别闹出人命来 也算是给你妹妹鸡鸡鸡了 那好吧 看在宝珠的面子上 就放过他们 谢谢几位贵人 爹 走 陪你看大夫去 爹 爹 爹 你怎么了爹 爹 爹 娘 明天就是宝珍的奇迹礼了 我们家小郡主 终于长大了 宝珍啊 这是娘送你的奇迹礼物 谢谢娘 娘 这怎么还有一根呢 这是我留给宝珠的 我们宝珠明天也奇迹了 我想等她回来的时候 我亲手给她戴上 当年宝珠就是为了救我才被抓走的 只要她能回来 我愿意把一切都给她 我们一家人一定会团聚的 嗯 这么贵重的东西 拿出去当了 应该能值不少钱吧 反正那个固宝珠 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回来 应该不会被发现 爹 爹 你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害到猪乱跑啊 芽芽 明天 你就要鸡鸡了 虽然 你不是爹的亲生女儿 但别人家女儿有的鸡鸡鸡里 我们家芽芽也要有 爹 可以去乘南珠宝铺 买了玉赞 送给你 爹 这么多年你带我怎么样 我心里都明白 你带我诗如己出 我也早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亲爹 以后不管是谁再闻这件事情 我都会说 我就是爹的亲生女儿 我们家芽芽 最懂事了 来 快坐 爷爷啊 我知道你爹啊 被人打成重伤 需要钱治病 明天啊 侯府有个宴会 缺人 价钱还给的很高 你要不要去看看 我去 只要给钱我就去 嗯 干嘛呢你们 还有你 果子洗没有 让你去洗啊 耽误了郡主的吉吉礼 有你们好果子吃啊 快点 哎 怎么又是你啊 今天可是我们郡主的吉吉礼 谁那么不长眼呢 把你这么个丑八怪给放进来 滚滚滚 可别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客人 这位姐姐 我不会让别人看到我的脸的 求你别赶我走 你听不懂人话 叫你走 你听不见吗你 什么事情啊 吵吵闹闹的 郡主 这个丑八怪 想打扰您的吉吉礼 我正在处理呢 郡主 求求你别赶我走 我爹中明需要钱 是你啊 我今天不想动怒 我劝你识相一点 还是赶紧滚吧 好啊你这个贱民 你居然敢偷我娘给宝珠买的玉三 郡主 不要 这是我爹攒了很久的钱给我买的 不是偷的 这个玉三怎么会被这个贱人买走 不行 这件事绝对不能暴露 那就只能让你来当这个弟子一样了 就你那个残废爹能买得起这么贵重的东西吗 郡主 我看啊就是他偷的 他肯定是想趁着今天人多跑下手 贱民就是贱民 难道你娘没有教过你不能偷东西吗 难道你连你娘是谁都不知道吗 偷别的东西就罢了 你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偷宝珠的吉吉礼物 郡主 像这种贱民 不受点责罚是肯定不会招的 好啊 那我今天就替你娘好好的教训教训 上家吧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 这一边是你扰乱我的吉吉礼 这一边是你冒犯我的妹妹 竟敢偷属于宝珠的东西 我没有偷 还敢狡辩 看我不打 哪来的蝴蝶 哪来的蝴蝶 快看 这些蝴蝶好像是被苏文言的血吸引过来的 什么 之前听娘讲过 拥有妖灵圣体之人的血 对所有生灵都有特殊的吸引力 宋文言 该不会是妖灵圣体吧 老朕 你也是妖灵圣体 你之前有没有过类似吸引蝴蝶的情况 没有啊 我之前受伤的时候并没有吸引蝴蝶 他应该不是妖灵圣体 是 一个丑陋的戒帝 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妹妹宝珠 我 还没有打够 让你偷东西 一个贱命 我没有疼 不去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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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到 拿着 继续给我打 是 我去迎接母亲 丑八怪 竟敢偷东西 不要 不要 我没有疼 你们不能见不不清红八白的冤枉好人 好啊 嘴硬 叫你嘴硬 丑八怪叫你嘴硬 娘 宝珍 这是怎么了 怎么那么多蝴蝶呀 还不是上一次弄脏我衣服那个丑八怪过来捣乱 我就教训了他一下 没想到他的血竟然引来这么多的蝴蝶 你说什么 快带我去看看 哎呀娘 一个贱民而已 死不足惜 有什么好看的呀 你懂什么 只有拥有要灵圣体的人在命死身后流出的血 才会引来蝴蝶 怎么会这样 宋文言岂不就是 有娘生没娘养的贱民子 这辈子注定被人踩着脚下 你在哪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好像快死了 你做了什么 那可是我的宝珠啊 这个贱人偷 夫人 蝴蝶呢 夫人 管家说 城北的千年牡丹开花了 才引来千锋万蝶 想来这些蝴蝶应该不是这位姑娘引来的吧 不是我的宝珠啊 我就说 这个贱民怎么可能是我的妹妹宝珠 娘 你居然因为这个贱民打我 保证 是娘不对 娘不该打你 就算不是宝珠 也不用这么重的家法吧 把人扶起来吧 夫人 您有所不知 是她 胆大包天 敢偷您送给宝珠小姐的紧细礼物 郡主这才着急动手打她的呀 什么 你看 那簪子 她现在还握在手里呢 拿出 这不是 给我 夫人 证据确凿了你还最近 我的帮助 依我看 这丑八怪进入侯府绝对目的不存 人 就应该扒光她的衣服 说不定身上还藏了些什么 是 现实 还不赶紧把你偷的东西给我拿出来 你放开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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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就这样吧 今天怎么说也是宝珍的极机礼 爷爷 爹 没事了 爷爷 爹在 爹在 我告诉你 要是你的女儿再动手动脚 我也可以把她变成一个残废 我没有 那个簪子是爹你送给我的呀 簪子 对 那个簪子 是我从城南珠宝铺买来送给爷爷的 绝对不可能是偷的 闭嘴 不知所谓的剑谜 这个簪子 是我特制的 世上仅有两个 不是你这种人 随随便便就可以在珠宝铺子买到的垃圾 夫人 你看 这是满云塞的飘区 放肆 放肆 什么脏东西 可塞给我母亲 按照大夏律令 行切者当判二十年牢狱 砍去双手 安静把这两个贱民拉去大狱吧 这样子 这再也没有人可怀疑我了 夫人 那玉塞 真是我从城南珠宝铺买来的 你找人问一下就知道了 还敢狡辩 爹 你没事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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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连真相也不愿意去查 就这样随便地进入我们吧 真相 我们身居高位置 想相信的才叫真相 来人 把这两个不知死活的贱民押去大狱 等一等 走 娘 我将珠宝垫付老板呀来了 听说 有人在他那里 买到了你给保住准备的玉塞 怎么这么大带来了 怎么办 睁开你的眼睛看 当真是这个人 在你的珠宝铺子 买了这个玉塞了 是 因为他没有左臂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他说买这个簪子 是给自己的女儿 习习的礼物 那你可曾看清楚 是谁拿着这个簪子 去你铺子里卖的 我不知道 那人把东西拿来的时候 是蒙着脸的 所以 我也没有看清楚 他到底长什么呀 真是个废物 你既然不知道 那这牢狱之灾 就由你来收 把他押去大狱 是 他蒙着脸的 我看不清他呀 我看不清他怎么办呢 哈哈哈 抱歉啊 让你遭受了这无望之灾 他伤得很重 来人 把他送去厢房 我亲自给他治疗 大公子可是大厦最年轻的神医 丞相曾经花费万钱 求他去给丞相夫人看病 他都没有去 如今 却给这两个下等人看病 可不是吗 这个丑八怪 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 可能会有点疼 稍微忍着点 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个温柔的哥哥 该有多好 你这脸 这血斑我从小就有 我爹说是我失去了心头血才长的 心头血 普通人的心头血并没有用 只有拥有要灵圣体之人的心头血 才会被人惦记 整个大厦拥有这种体质的 也只有娘和保真保住 难道 这个女孩也拥有要灵圣体 劳烦顾神医了 对了 我能帮你把脸上的血痂给去除掉 什么 今天的事情 是我妹妹保真对不起你 就当我替她向你赔礼道歉 那就多谢了 你没有血斑的样子 长得真的很像我妹妹 怎么这么久啊 宝珠 这个丑八怪 没有血斑的样子 竟然和我有几分相似 宝珠 你是宝珠对不对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宝珠 你是不是被收养的孩子 我就是我爹的亲生女儿 这样啊 她真的不是我的宝珠吗 可是她看起来 就跟保真像亲姐妹一样 娘 这个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 这个贱民 怎么可能是我的妹妹宝珠 肯定是巧合罢了 是啊 我们一直在重金悬手 寻找宝珠的下方 要是她那个没钱的残匪爹 捡到宝珠 早就应该送回来了 够了 不管危言是不是我们的妹妹 他爹的伤都是你们造成的 你们不但不知道悔感 还屡次出言不许 你让外人怎么看我们镇国侯府 走吧 我们去看看你爹 赵睿 我还是觉得这个宋文言 可能就是宝珠 你去调查一下她的身世 是 我爹他怎么样了 你爹他脏气破裂 所以一直在吐血 我可以给你开张药方 你按照药方去抓药 多谢顾沈医 爹 有顾沈医救你 一定能很快好起来的 哟 我会真的有建民以为自己脸上的血斑霉了 就能勾引大公子 攀上高枝了吧 你也就是一个贫命而已 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散地欺负我 你也配合我相提并论 我可是我们大厦唯一郡主的贴身丫鬟 普通的官小姐我都不放在眼里 更何况 是你这么一个贱人 说到底 你也就是镇国侯府的一条狗 你敢骂我 反了天了 我告诉你 就算我是镇国侯府的一条狗 也比你这个贱民高贵 还真有人上赶着做条狗啊 你 真是可笑 宋文言 你也不用跟我成口舌之款 我就算只是一个丫鬟 捏死你个鸣爹 也像捏死一个蚂蚁一样轻松 我劝你识相的话 就赶紧带着你这个残废爹滚 否则 我可不能保证 你带走的 是不是一具尸体 不用你干 我也根本不想留在这儿 你最好是 爹 你 我 爹 你伤还没好 你怎么又想着去卖酒呢 爹 没事 爹现在好多了 你别逞强 顾神医都说了 你要在家静养 颜颜 爹知道自己 没几天好活了 但是 你一个刚急急的女娃 可早活呀 爹得为你多攒钱呢 爹 爹你别胡说 爹要偿命百岁的 你说过你要一直陪着颜颜的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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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我爹的病怎么样了 你爹的病啊 又恶化了 必须立刻出情给他治疗 否则 可能活不过三天了 需要多少钱 至少需要 一百两 一百两 我去哪里筹这么多的钱 若是筹不到钱 那你要做好 你爹 随时会撒手人寰的准备了 爹 你别怕 我一定会想办法抽到钱 来救你的 这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了 但是现在爹的病更重要 算了吧 以后再找机会 把东西赎回来 老板 我想把这个铃铛给当了 你见没见过这样的铃铛 你见没见过这样的铃铛 小姑娘 这就是普通的铃铛 不值钱 见过吗 没有 求你了老板 我爹重病 需要前来救命呢 我看你小姑娘也挺可怜的 要不这样 我给你二两 老板 见过这样铃铛吗 好 好 你拿着 谢谢老板 姑娘慢走 太好了 有了这些钱 我爹就有救了 二公子 你怎么来 见没见过这样的铃铛 见没见过 这就是刚才 那姑娘当的铃铛 在哪 快拿给我 没错 这就是宝珠的铃铛 娘 大哥 宝珍 我找到宝珠的下落了 真的 宝珠在哪 你快带我去找他 娘 你也太着急了 我只是找到一点线索 有线索也是好的呀 我们找了宝珠 整整十五年都没有下落 现在 终于有头绪了 你找到了什么 我在当铺 发现了宝珠的铃铛 是啊 是我宝珠的铃铛 真的是我宝珠的铃铛 他 他竟然离我们这么近 太好了 我们终于马上就要找到宝珠了 娘 他连铃铛都当了 一定是受了很多苦吧 没关系 等我们找到宝珠 他就不用再受苦 去 派人去给我找宝珠 就算把整个大厦翻过来 也要找到我的宝珠 是 是 二公子 老板 你仔细看看 这街上的姑娘 哪一个是找你当铃铛的 这 这雨下这么大 这人来人往的 我也看不过来啊 你仔细吃点看 这 这也看不清楚啊 这 这回总能看清楚了吧 看得清 看得清 太好了 有了这些药 我爹的病就有救了 银子都给你了 快找 我 我好像看到了 哪儿呢 那姑娘好上事 那我们去 这姑娘 这姑娘 是疼吗 不是 干什么呀 啊 啊 总万言 怎么又是你啊 都怪你故意撞上我 要是还我找不到宝珠 都怪你承担得起吗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看我今天不跟你点绕紧 主 找到宝珠小姐要紧 建民 没听到吗 还不赶紧让他 这一次 就先放 你不是看清了吗 我刚才看着 背影有点像 怎么样了二哥 他认错人了 我给你这么多银子 你要找不到 我就杀了你 他 他可能 刚才就回家了 怪宋文言 这个贱人 要不是他撞了我 我早就已经找到宝珠了 怎么可能会像 无头苍蝇一样 在这走来走去的 老板 别着急 慢慢找 肯定会找得到的 大哥 二哥 你们先跟着老板去找 试试 你跟我走 今天非得出口恶气 教训教训他 宝珍 大哥 找宝珠要紧 让宝珍去吧 找不找宝珠 他比谁都着急 老板 让我们继续找 好 二公子 来 二公子去 元言 都怪爹的身子不争气 让你受苦了 不苦 爹 有我陪着你 你的病一定很快就能好起来 好啊 害得我们错过宝珠 你居然心安理得到给你这个残废爹煎药 我 我的药 我好不容易才给我爹买的药 元言 不要剪了 元言 你就是为了这些东西 才急匆匆地撞上我的 刚才撞了你 是我不对 但是你为什么要砸了我爹的药 那可是我爹的救命药啊 救命药 你爹贱命一条 死了都是活该 你知不知的 为了你爹这条贱命 害得我差点错过我的妹妹宝珠 你妹妹重要 那我爹的秘密就是烂命一条无恶 待你了吗 对 宋温言 我告诉你 要是今天我没有找到宝珠 你和你这个残废爹 就一起给我去死 将宝珠赔罪 郡主 我看地上这些药 也不是不能喝 要不我们就发发善心 亲手 给它喂下去 去吧 你们要干什么 爹 爹 爹 放开我 我们究竟做了什么上天海里的事 要让你们这么苦苦相逼啊 郑主 郑主我求求你 求求你们放过我爹吧 你 给我什么废话 爹 不是要喝药吗 爹 我要喝药 爹 不要 喝呀 给我喝 喝 郑主我求求你 你不要再折磨我爹 有什么想对我做的 你就做什么 我求求你们放了我爹吧 你不是想和你爹一起喝药吗 是呀 他就去了 但是 给我浪费了 不要动我的爷爷 不要动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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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哼了 不要打了 宝珠 说呀 不管这个贱人 还在紧急还要再晚一些抓动人 你别急 再等我打了 等姐姐替你教训我们这两个警员 就来找你 你们这干什么 给我打呀 是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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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怎么样 宝珠找到没有了 你竟然把人打成这样 你身为郡主的教养呢 都是因为他们我才没有找到宝珠的 我只是略微承见一下而已 一群贱民 死了都是活该 他 他什么 他就是当我行当的那个姑娘 我一直在找到的妹妹 我一直在找到妹妹 你还是宋温掩 我一直在找到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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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找到妹妹 我一直在找到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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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姐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凭什么我千方百计 想得到的东西 都是属于他宋温掩的 他不就是一个贱民吗 是 是 娘 你怎么在这啊 哦 我刚才听到宋长根家有动静 我就来看看 是怎么了 还不是宋温掩那个贱人 现在镇国侯府的人 都以为他才是顾宝珠 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 一个个那么着急 之前他脸上还有那么大一块血斑 怎么可能会是顾宝珠 血斑 哦 他真的是顾宝珠 什么 当年你生病的时候 我身上没钱 去寺庙刚好遇见镇国侯夫人 救救这位菩萨心肠的夫人 快救救我的孩子吧 这孩子的脸怎么这么好 让他们进来吧 谢谢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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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我在寺院厢房 忽然听到他们谈话 说顾宝珠和顾宝珠 她姐妹俩的心头血 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宝珠 宝珠 娘 为什么我的血滴到花上 花会重新开放呢 宝珠 因为娘是苗疆圣母 只要是娘生的孩子呢 都会随娘一样有药灵圣体 她的血就跟娘一样 可以治病救人 还可以救一切的生灵 心头血呀 更是可以让人起死回生呢 起死回生 我想扣走其中一个孩子 挖去她的心头血 来救我 我本想抱走顾宝珍 可那孩子嚎啕大哭 那顾宝珠 她还想保护她的姐姐 我干脆抱走了她 什么 也就是 我现在身上 留着镇国侯府的血 是啊 若是宋文言和他们相认了 说出当年的真相 我们可就完了 不行 绝对不能让他们相认 既然你身上 留着顾宝珠的血 当然也拥有 让植物起死回生的功效 你不如干脆去镇国侯府 认下顾宝珠的身份 好 我这就去 是是 若是镇国侯府的人 真的认下了你 你一定要找机会 除掉那个宋文言 到那个时候 你就是真正的顾宝珠 什么 他们说这铃铛是宋文言的 是的娘 店铺老板一见到宋姑娘 便说这铃铛是她拿去当了 给她爹治病的 拿出来 这不是 给我 夫人 证据确凿了你还嘴硬 还敢狡辩 爹 爹你没事吧 爹 你们连真相也不愿意去查 就这样随便地侵入我们吗 我都做了些什么 我还因为极其的礼物 动手打了她 她如果真是宝珠的话 这鱼簪 本来就应该是她的呀 是我打伤了她爹 才把她逼到 连铃铛都要荡掉到这一步 那她现在在哪呢 我让桃红先带她下去 包扎伤口了 如果她真的是宝珠 她会原谅我吗 宝珠从小便是最善良宽厚的孩子 她一定不原谅你 郡主 郡主 你怎么拿着我的铃铛啊 林诗诗 你说这铃铛 是你的 没错 这铃铛就是我的 这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了 我一直随身携带 突然哪天就丢了 怎么找也找不到 原来 就在郡主这里啊 这铃铛是今天当铺老板给的 而且 你也跟我们一起出去 寻找铃铛的主人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 这铃铛是你的 我 我不知道你们在找的铃铛 就是我丢的那个 那也不能贴你的一面之词 就确定 这铃铛是你的呀 有一个办法可以验证 赵睿 拿盆枯萎的花进来 如果这个铃铛是你的 那你的血一定可以复活植物 如果你复活了这盆植物 那我们就能相信 这个领导是你的 铃铛是你的 宝珠 你竟然是我的宝珠 什么宝珠 你既然是这铃铛的主人 又拥有复活植物的能力 就足以证明你是我的妹妹 是我们圣国侯 一直在寻找的顾宝珠 什么 我 我竟然是宝珠小姐 宝珠 您忘了吗 我小时候颠沛流离 经常受伤 很多事我不记得吗 对不起啊宝珠 让你一直受苦 当年你是为了救我才被带走 我没有想到 你就在我身边这么久 我都没有认出你 没关系的姐姐 我不怪你 孩子 回来就好 娘 我的宝珠 我的宝珠 那为何这铃铛会出现在宋姑娘的手里 又被她拿去了当铺呢 前段时间我的铃铛丢失了 现在想来铃铛丢失的那段时间 正好就是宋温严 金镇国侯府的那一天 一定是宋温严 趁我不注意 偷走了我的铃铛 然后把我的铃铛当了 换钱救她爹 什么 宋温严 居然敢偷你的东西 谁让我那个时候 不苦无忆 任谁 都可以猜我一件 我的孩子 你受苦了 都怪娘没保护好你 夫人 宋小姐的伤已经处理好了 还真是不要了 偷我妹妹的铃铛 竟然还在堂儿皇 真是在我面子 宝珍 不能这么对她 她还受了重伤呢 大哥 一个皮糙肉糊的剑壁 能让宝珍撒起 也是她的福气 快签 是你们带我回来的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娘 宝珠 你别怕 有我们在 这个剑 再也不能伤害你 你们在说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伤害过她 你居然还不承认 是你宋温严 透露我妹妹 偷宝珠的铃铛 占为己有 想把她给当掉 那是我的铃铛 我一直待在身上的 不是我偷的 你居然还敢狡辩 二哥 这样 就应该把她送进大狱 我看她进了大狱之后 会不会这么硬 不 你们不能这么不分清红皂板 我没有偷东西 你是说我的宝珠撒谎陷害你 都怪你这个贱命 让我差点错过女儿 赵睿 还不赶紧把她拉下去 是 还有她那个残废爹 也一起带去大牢 分开关押 明白 不能碰我爹 不能碰我爹 你别碰我爹 你别碰我爹 我爹 我是冤枉的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进了大狱还这么过早 小心 我滑了你的尸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 你们不能因为一个丫鬟的一面之子 就认定是我偷的呀 鸡子 什么丫鬟 那是我的亲妹妹顾宝珠 整个大厦最尊贵的女子 其实你这个贱命可以无量拍摇的 你事实是你妹妹的 那你也不能就这样冤枉我 你们快放了我 我要上宫堂 像你们这种人 连支线的面都见不着 你们只配在大院里受刑 然后对罪行千字画鸭 你们要去打成招 二哥 跟他费什么画鸭 这里的刑具这么多 一一用在他身上 我就不信 他不千字画鸭 不 不 我没偷那个铃铛 我真的没偷 废话真多 给我按住他 是 叫你偷宝珠的铃铛 叫你不认罪 到底认不认 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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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个硬骨头 给我按住他 看你叫什么时候 我说 你可别昏呢 我还没有玩 够你了 是 就杀了我 好啊 那我去玩回落地 烫下你们硬走 看你认不认罪 等一下 怎么了 大哥来大狱了 他已想公正 他要是知道宋文言还没认罪 我们就对他取打成招 他一定会训斥我们的 我先去拦住他 大哥最严厉了 你赶紧去啊 好 大哥 你和宝珍是不是对宋文言动私刑了 谁让他一直不承认 我们也是想为宝珠出气啊 出口气也要调查出真相啊 这真相还没有查清楚 随意虐打平民 这让外人知道了 怎么看我们真够好府 大哥 你怎么搁不住我外观 那可是宝珠 我们丢了十五年的妹妹 只要宝珠开宪 就只杀了宋文言又能贼 大哥的话也不听了是吗 我只知道 你为那个剑弼 让宝珠受了多少委屈 只要能弥补宝珠 宝珠什么都可以 我看你们真是疯了 怎么样了 大哥暂时走了 看来地上这个剑弼快点认罪 我们才能名正言顺地处置他 到底认不认罪 你有本事就直接杀了我 你 宋文言 你别忘了 你那个残废爹呢 就在隔壁牢房 我给你一点时间考虑清楚 在我拔光你所有指甲之前 你要是还不认罪 我就让你那个残废爹 替你去死 古宝珍 别碰我爹 不要 不要抢我东西 那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了 不要 不要 宝珠啊 宝珠你怎么了宝珠 娘 我梦到宋文言 把我的铃铛抢走了 你们都以为他才是宝珠 你们都不要我了 娘 我害怕 不会的孩子 不会的 娘怎么会不要你呢 不会 娘 宝珍和怀千他们 在对宋文言动私情 不要抢我铃铛 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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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私情怎么了 你看看 你看看你妹妹都被的宋文言还成什么样子了 做梦都在害怕 这样的贱命 没有余过 娘 杀了她好不好 我再也不想看见她了 好好好 宝珠 敢欺负我的女儿 我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娘 你到底认不认罪 娘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娘 你是娘亲最喜欢的宝贝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叫我娘亲 他呀 就是个没爹没娘的贱人 赵瑞早就打听过了 他就是那个残废爹捡来的 我看是他父母嫌他丑 所以把他丢了 我有娘亲 我娘亲可疼了 娘 你在哪 好疼啊 我好想你 风儿 你在轻轻地吹 吹得那满圆的花 我这么打他 他居然含笑 他该不会被我们打傻了吧 傻了疯了死了 都是他活该 赶紧把这个贱民给我处理掉 永远别让他再出现在宝珠面前 好的娘 你再轻轻地吹 吹得那满圆的花儿醉 风儿 风儿 能要慢慢地吹 莫要坠落满腔的红浆尾 娘 你会一直唱歌给宝珠听吗 当然会啊 娘会永远永远陪着我的宝珠的 快睡吧 你怎么会唱宝珠的歌 娘 什么宝珠的歌呀 他嘴里哼的这个歌 是宝珠小的时候我唱给宝珠的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他 他怎么会唱 难道 难道宋文言 就是宝珠 娘 宝珠不是在家的吗 他怎么可能是宝珠呢 会不会是他偷听宝珠唱的 然后故意唱给我们听 可是宝珠之前在我身边伺候 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唱歌 我也不知道 他知不知道这首歌呀 娘 宋文言的确可能是宝珠 赵瑞 调查宋文言的身份好 向我汇报 说宋长根 是在山上的一个破庙捡到的宋文言 这与当年宝珠丢失的地方 高度吻合 什么 你们怎么不早说 我以为我们已经找到宝珠了 我就没在意 但他现在伤得这么重 也不确定 他到底是不是要灵圣体 我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验证 宝珍 你记不记得 你和宝珠在身上 都有一个蝴蝶形状的胎记 对 那个标志 就是要灵圣体的标志 如果他真的是要灵圣体 那他身上 一定也有蝴蝶标志 这胎记上面有伤口 我也看不清楚 都怪我 他是被我打伤的 娘 事到如今不是怪谁的问题 先把宋文言带回镇国侯府吧 我们先给他疗伤 我有治疗鞭伤的灵药 会很快让他恢复的 嗯 好 我们就这么把孙文言带回来 要是宝珠知道 又受刺激怎么办呀 现在情况紧急 孙文言可能就是宝珠 万一我们认错人了 会伤了真正宝珠的心 君海说得对 这事只能先瞒住宝珠 不让他知道 爷爷 你们到底为什么这样退我们 我们到底什么地方 特罪你们了 我现在就要带爷爷走 在没弄清宋文言身份之前 任何人不得离开镇国侯府 笨蛋 什么生犯 宋文言 是十五年前 你在山上寺院里见到的 对不对 宋文言 是十五年前 你在山上寺院里见到的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十五年前 我的孩子在寺院里面 被人暴走 宋文言很有可能 就是我丢失的孩子 你也是为人父母的 丢失孩子的心情 你应该能理解吧 但是 如果颜颜 不是你们家的孩子 我会立刻带颜颜离开 好 娘 娘 娘 您这几天都去忙什么了呀 都没时间陪我了 宝珠啊 娘这几天有点忙 等把事情了了 娘再陪你啊 娘 娘 这几天不止娘 就连姐姐对我的态度都很冷淡 春香 你帮我暗中调查 这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是 他们竟然又把宋文言那个贱人给带回来了 还以为他怀疑我的身份 小姐 您消消气 反正您才是真正的保住小姐 他只不过是个漂亮小丑罢了 什么 宋文言 既然你不知死活 那我就尽数了结了你 燕燕 侯府的人 怀疑你是他们家的女儿 你不和他们打个招呼再走啊 爹 他们一家人这么伤害我们 你难道还希望我是他们的孩子啊 哦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 你也一直在寻找你的家人 我不想你为爹错过 我不需要这样的家人 我有爹就够了 宋文言 你怎么还没死 你来干什么 你不是要和我抢顾宝珠的身份吗 真是不知死活 这位小姐 您误会了 我们 顾宝珠的身份只有你一个人在意 请你管好你的家人 不要再来找五爹的麻烦 你装什么清高啊 谁不喜欢荣华富贵啊 君海 宋文言的伤 天蝎再涂一次药都差不多了吧 是啊 用了我的灵药 他后肩的伤应该好得差不多了 今天就能验证开机 宝珠 宝珠 这 宝珠 宝珠 你这是怎么了 快起来 娘 宝珠 你这是怎么了 宝珠 我听说宋文言受了重伤 被你们带了回来 我好心好意过来看他 没想到他又杀了我 什么 我没有 是他自己刺伤了他自己 闭嘴 难道宝珠会伤害自己 陷害你吗 你这个贱人 你误会了 我女儿没有伤人 闭嘴 把那个残废 你俩就是蛇鼠一窝 亏我之前还觉得你才是宝珠 现在想一想 你这个黑心的女 怎么可能是我的妹妹 你们 你们竟然怀疑我的身份 宝珠 你听我解释啊 我原本以为是母亲和姐姐好心 才把苏文言带回来 没想到你们是以为我冒领了她的身份 既然你们觉得她才是你们的孩子 那你们在这里和我心情做的又是干什么 宝珠 对不起啊宝珠 我们难怪 难怪刚才宋文言口口声声说 只要杀了我 就没人可以和她抢身份了 原来是这个意思 你们既然不相信 我走就是了 我恐怕在这里给我演戏 宝珠 你别走 宝珠别走 娘相信你 娘不会再怀疑你了啊 宝珠 娘 宝珠 你看你伤得这么重 我让桃红带你去处理一下伤口 这件事 娘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好 桃红 没有人可以伤害我顾宝珍的妹妹 你敢伤害她 你就给我去死 我没有伤害她 为什么你们就是不相信呢 求求你别再伤害我女儿了 有什么冲我来啊 爹 你别跪他们 他们这么是非不分 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好啊 那你就替她来受着 扰瑞 在 给我打断她的腿 是 你们要干什么 别伤害我爹 你给我看着 看着你爹 腿是怎么被打断的 不 不要 求求你们放过我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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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珍 你别冲动 难道我们今天 不是为了验证宋文言的胎记来的吗 宝珠从小就善理 绝对不可能动手伤人 像他这样为了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的你 绝对不可能是我的魅力 还有什么验的必要吗 只要宋文言 有一点点是宝珠的可能性 我们都不能错过 宝珠在我们心里的重要性 你也知道 难道 你想到头来 连宝珠也认错吗 求求你们放过我们一家人吗 不定他真的会被打死的 娘 必须要验证太计 如果说 他真的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 宋长珍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我们更不能让他死了 君还想验 就让他验了 宋姑娘 你别怕 有我在 怎么还是几家状态 那就说明老天爷 都不想验他的胎记 他根本就不可能是宝珠 难道 真的是天忆 娘 要不再等几天 不用再等了 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宋文言的身世 有所怀疑 才让他住在府里 害得宝珠受伤 宝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我们不能再怀疑他 你们要看的都看了 我们能离开了吗 我要带我爹回家 回家 你伤害了我的妹 这么轻松就想走 我没有伤害他 是他自己捅了他自己 你说我的宝珠捅了自己一刀 就是为了陷害你 做一出戏给我们看吗 我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但是我真的没有伤害他 你们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的 可笑 我们难道不相信自己的妹妹 相信你一个坏人 此事一殿成仇 还需慢慢调查出真相 大哥 你从前不是最疼宝珠吗 现在宝珠出了点事 怎么还有什么真相 宝珠现在还在包扎伤口 总之 先将宋文言妇女 暂时留在郑国侯府 如果她真的伤害宝珠 我亲自将她送进大狱 娘 大哥这是想包庇他们 难道宝珠会伤害自己 陷害他们吗 我倒是觉得 留他们一命也未尝不可 就这么让他们死了 难解我心头之恨 不如就留他们在府里 做个最下等的下人 来向宝珠谢罪 娘 我包扎好了 宝珠啊 还疼不疼 我疼 娘 这两个贱民 怎么还没处理掉啊 宝珠 我们决定留下孙文言他们 让他们做最下 最低贱的活 好好地向你赎罪 是啊宝珠 就这么处理他们 确实太便宜他们 看来今天是没办法 解决宋文言这个祸患 把他留在府里 倒也方便我下手 那 就留下他们吧 虽然宋文言 他伤害了我 但是他跌伤成这个样子 离开郑国侯府 肯定是活不了了 留下他们 就当是为我积福了 我的宝珠 从小就这么善良 还想着照顾一个残疾人 您还不向宝珠磕头谢恩呢 聋了 向宝珠磕头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听话 分分钟送你爹上路 谢谢宝珠小姐 谢谢宝珠小姐 我还以为你多有骨气 真是下姐 从今天开始 你就给下人们刷尿服 没事的话 别在郑国侯府瞎逛 爹 爹 你怎么样了爹 哟 想不到我们这些下人 天有人帮我们刷尿壶的一天 谁叫他不知好歹 得罪了郑主 郑主可说了 他就是咱们府里 最低贱的奴才 我们想怎么折磨他 都可以 真恶心啊 难怪身上总是一股子难闻的处 都干什么呢 好大的胆子 见到宝珠小姐还不行礼 聋了还是哑巴了 还不快不来行礼 宝珠小姐安好 果然是个贱婢 连行礼都不会 不吃礼数 春香 教教她 该怎么向主子行礼问安 是 行礼要是这样 对主子我们要自称奴婢 要攻击 说 奴婢参见宝珠小姐 还不说 送了 奴婢 奴婢参见宝珠小姐 行了行了 比我远点 身上臭烘烘的 别弄脏了我的衣服 你现在装出这副可怜的样子给谁看呢 我大哥可不在这里啊 没人会对你心软 吵吵闹闹干什么 姐姐 都怪她 我本来看她一个小姑娘做这种脏活 想让她过来似乎我 谁知道 她竟然还敢推我的丫鬟 敢欺负我妹妹 找死 不是 我没有 难道我妹妹会冤枉你 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些会物 那不如 你就亲自尝尝这些东西的滋物 陈湘是 陈湘是 真是个下贱的东西 我看这些东西你应该也吃饱了 那晚饭就不必吃了 告诉我 要是再有下一次 我就停了你那个残废爹的药 老朱 我们走 以后不许来这种地方 你呀 就是心太软 所以 才会被这些贱民欺负 过来了 娘 我要的东西给我带来没 给你拿过来了 这起步蛇 可是剧毒 被养的人起步之后 并定会死 你可要小心点 你就放心吧娘 我看宋文言这一次 还能不能死里逃生 对了娘 这些 你先拿着 这么多钱呀 这镇国后夫人 对你不错啊 哎呀娘 这算什么呀 迟早啊 整个镇国后夫 都收了 爹 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我不想待在镇国后夫里了 我想回家 爹 他们都喜欢镇国后夫里的富贵 可我不喜欢这里 他们都仗着自己身份高 就不拿别人的命当命 爹 等你醒了 我们就离开京城 越远越好 再也不回来了 爹 我们一起回家 宋文言 快快去死吧 等你死了 我就送你那个残废爹 下去陪你 夫人 为什么都找到了宝珠 我这心里还是空牢牢的 夫人 你被毒蛇咬了 夫人你没事吧 不好 这蛇有剧毒 必须要马上把毒素清理出来 你怎么在这 你先别说话 这蛇有剧毒 我必须马上帮你处理一下 谢谢宝珠 我的宝珠给妈妈包扎的真好 这可是我特意跟大哥学的 要是娘亲跟姐姐受伤了 我就可以第一时间帮你们包扎了 真乖我的宝珠 夫人 摸得好了 请问 我为什么在她身上 看到了宝珠的影子 夫人 你还好吧 这蛇有剧毒 我只能帮你简单地处理一下 后面的 你还要找大公子 等一下 这种包扎方式 你在哪里学的 我也不知道 我小的时候 生过一场重病 好了之后 很多事情就不记得了 我记得你说过 你是你养父 从后山的寺庙里捡来的 那你还记得 今生的父母是谁吗 今生 你不记得 你醒了 我这是怎么了 你帮娘清理蛇毒 蛇毒进入你体内 所以才导致你昏迷 鱼毒我已经帮你清理出来了 多谢大公子 这次 多亏你救了我 君寒说 那是七步蛇的毒 多亏你及时吸出了蛇毒 要不然啊 我就毒发身亡了 这是我应该做的 昨天晚上我问你 关于你亲生父母的事 娘 你没事吧 我听说您被蛇咬了 担心死我了 该死的精神 怎么就咬了贺男女儿 是啊娘 宝珠听说您被蛇咬了 立刻就过来了 急得不行呢 宝珠这么担心我 我竟然还怀疑 宋温言才是我的孩子 这要是让宝珠知道 他该多伤心啊 我没事 是松文言救了我 他会这么好心 我看这蛇 八成就是他放 宝珍 再怎么说 他也救了娘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姐姐说的也没错 这好好的镇国红府 怎么会有七步蛇 确实 这蛇来得蹊跷 君寒 你去调查一下这件事 看看是不是有人 故意在侯府里面放毒蛇 好的娘 也可能 蛇是从外面进来的 总之 这次多亏了宋温言救了我 我也不是什么赏罚不分的人 以后 你就不用洗尿壶了 去花园里照顾花草吧 再从库房 拿一株上好的千年雪莲给你爹 就当是对你的家赏 多谢夫人 多谢夫人 了这天山雪莲 我爹的病一定会很快好起来的 对 宋温言 你命个真硬 但是你必须死 这些荣华富贵 只能是我灵湿湿的 娘 您怎么来了 宝珠啊 都怪娘太晚找到你了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 新的集集礼物 之前那个碎了 以后有机会啊 娘再给你补办一场集集礼 谢谢娘 我很喜欢 我以为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一个破发簪就想把我打发 五日后 娘给你举办了一场回归宴 到时候 所有的达官显贵都会来 我要告诉所有人 我的宝珠 回来了 谢谢娘 那你早点休息吧 娘 你也早点休息 宋温言 我一定会在我的回归宴之前 让你彻底消失 动作都给我麻利点 明天就是宝珠小姐的回归宴 要是出了什么岔子 给你们通通都发卖 春香现在可真为妇 是啊 人家可是宝珠小姐身边的大红人 动作都给我麻利点 宋温言 别以为你救过老夫人就可以给我偷懒 要是被我发现了 就加法伺候 春香 谁让你这么跟我娘的救命恩人说话的 还不赶紧给她道歉 小姐 让我跟这个贱人道歉 让我跟这个贱人道歉 对不起 没 没关系 宋姑娘 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我误会您了 这样 你把这杯酒喝了 就当是我给你赔罪了 奴婢不敢 有什么敢不敢的 来嘛 喝 来 喝 喝 怎么样 春香 把这个字条 放在大哥书案上 坐得隐蔽了 别让人看见 等大哥来了 我就去叫娘和姐姐 告诉他们 宋温言 恭迎大哥 是 宋温言 我很期待 我很期待你的下场 娘 不好了 怎么了 宝珠 你慢慢说 刚才 我刚才路过厢房 看见宋温言 大扮得像个青龙妓女 还说要勾引大哥呀 什么 一个贱臂 竟然敢明目张胆的高隐大哥 我看最近就是娘你 娘你的宋温言太宽容了 才让他蹬鼻子上脸 干这种不要脸的事 我一直都说宋温言就是个品行低劣的贱臂 你们还不信 非要把他留在郑国侯府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 要是被外人知道了 我们郑国侯府的脸往哪儿搁呀 带我去看看 好 顾神医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为什么穿成这个样子 是你写了纸条 让我来这里找你的 但我看你好像中了迷药 不好 可能有人要陷害我们 赶紧先离开这里 你们在干什么 夫人 娘 你怎么来了 天狗 天狗 我原本想着 你舍命帮我把气不舍的舌毒吸出来 应该是个老实本分的 想你甚至可怜处处关照你 甚至还拿出千年血连救你爹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 夫人 我没有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冤枉 你每做错一件事都喊着冤枉 难道这里这么多人 每天就想着冤枉你自己吗 娘 你消消气 为了这样的人 不值得发这样大的脾气 让我来处理吧 既然你这么喜欢勾引别人 那不如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放荡的样子 来人 我拨出去 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你捂什么呀 你敢穿成这样 还不敢让别人看吗 娘 这事一定有什么误会 你不能这么惩罚宋姑娘 你给我闭嘴 事到如今 你还在袒护这个贱奴 来人 掌嘴一百八脉青龙 还有贪了个残废爹 一起跟我攒出去 夫人我冤枉 我没有 我冤枉 宝珠啊 因为娘是苗疆圣女 只要是娘生的孩子们 都会随娘一样有药灵圣体 她的血就跟娘一样 可以治病救人 还可以救一切的生命 心口血啊 更是可以让人起死回生啊 药灵圣体 药灵圣体 为什么你的血 也可以将植物复活 我不知道 该死的宋伟严 怎么一次次挡我的路 姐姐啊 为什么娘看到她可以复活植物 就那么激动啊 我的血也可以啊 娘 你不要被这个下人给骗了呀 整个大厦 只有三个人 拥有可以将植物复活的能力 就是我 宝珍和宝珠 为什么现在 又出现了拥有药灵圣体的人 这药灵圣体 本就是苗疆圣女特有的体质 一脉相处 不可能有第四个人 拥有这种体质 宿门炎还有灵石师 他们当中 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宝度 可是他们俩 都可以将植物复活 现在要如何分辨呢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 滴血认筋 桃红 你是娘的贴身丫鬟 你去打一碗清水来 不准任何人经手 是 怎么办 我的血虽然可以复活植物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和他们的血相容我 夫人 水到了 绝无经他人之手 血相容了你啊 宝珠 你真的是宝珠 你真的是我的宝珠 宝珠 对不起宝珠 我刚才惩罚你 宋温炎居然是宝珠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才是宝珠 你快去拆穿他们 宝珍 事实就摆在眼前 他灵石师 绝对不可能是宝珠 宋温炎才是我们要找的真正的宝珠 怎么办 怎么办 事到如今 只能不卫博了 我才是宝珠 宋温炎 果然 我的心 也可以和他们的血相容 宋温炎 我真是要谢谢你的心如血 石师的血也相容了 我先说嘛 看看这真正的宝珠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两个的死 都可以和我的相容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 有两个宝珠 这个世界 当然只有一个真正的宝 宋温炎 还有林诗诗 他们中间 一定有一个是假冒的 我知道 为什么他的血 可以和我们相容 因为当年我被带走 挖了心头血 救了一个人 什么 宝珠 你被挖了心头血 是啊 娘 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呢 因为已经过去了 我不想让你们担心 我现在好好的 是吗 对不起 宝珠 娘刚才居然还怀疑你了 对不起啊 宝珠 娘不知道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当时还不知道 是谁救的我 现在想来 一定是宋长根 把我带走 然后挖了我的心头血 救了宋温炎 所以 他的血才能和我们相容 这不可能 我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闭嘴 原来就是你这个残废爹 害得保住琉璃 失走了十五年 我怎么早没有看见 你的真面目 居然让你在镇国后 待了这么久 人员 爹 你们为什么打我的爷爷 不但打他 还要打爹 什么 那个十恶不赦的恶名 养了个平心低烈的女儿 恨怀你 宋长根 我可以用千年雪人救你的命 就可以让你把这条命 团回来 来人 给我打 不死不救 是 爹 爹 爹 你快把他们打死了 还要继续吗 这种识恶不胜 我打死他 难解我心头之恨 娘 你先冷静一下 小心身体吧 赵睿 把他们俩带去柴房 听口发露 是 就让你们苟延残喘几天 敢欺负我的妹妹 我绝不会让你们死得太痛快 谁 是 如果林诗诗真的是宝珠 她的性格怎么会变得如此暴力 明明小时候 宝珠是最善良的孩子 连一只蚂蚁都受不伤害了 大哥 你怎么在我房间门口啊 这不是怕你今天受到了惊吓吗 过来给你送一瓶安身碗 谢谢大哥 对了 我记得小时候娘不是教过你唱一首歌吗 你还经常唱给大哥听 现在能不能再唱一遍给大哥听吧 大哥 事情过去这么久 我早就忘记那首歌怎么唱了 大哥 你先回去 改日我再唱给你听 好 他果然不知道那首歌 这不是林诗诗当时救火的那盆花吗 怎么枯萎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出现 看来 得回去查一下药灵圣体的典籍呢 糟糕 难道 你能不能想我 灌溉了拥有药灵圣体心头血之人的植物 应该是生命力更加旺盛才对 为什么会枯萎 一定是我忽略了什么 公子 这是夫人让我送来的甜汤 找到了 原来 拥有药灵圣体之人的心头血和普通人血混合之后 能力会大大减肥 虽然也会拥有植物复活的能力 但是这个效果不会持续的太久 所以植物短暂盛开之后还是会枯萎 所以灵石诗才是喝了保住心头血的普通人 我要去告诉母亲 弄个盐才是保住 娘 君海 这是怎么了 娘 我刚才翻阅了大量点蹄 发现真正的保住复活的话是不会会的 真正的保住其实 我不信心 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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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太医 薛太医 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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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君海 薛太医 快吃太医 太医 我儿子怎么样了 怎么会突然吐血阴导呢 回老夫人 大公子中了毒了 方才是毒性发作 所以才导致吐血昏迷 中毒 我 我镇国侯府 居然有这种害人的东西 到底是谁干的 奴婢不知 府上的丫鬟需要有守令才能出入王府 财卖也都有固定人手 出入王府也需要侍卫检查 不知道毒药 为什么会被私藏进来 难道这些毒药是凭空出现的吗 娘 大哥怎么样了 你大哥中毒晕倒了 什么 谁这么大的 敢毒害我镇国侯府的人 桃红 你是要给大哥去送甜汤 是啊 宝珠小姐 你没事吧 我肚子有点疼 可能是吃坏东西了 那你赶紧去吧 我帮你拿着 在这儿等你 多谢宝珠小姐 天助我爷 多谢宝珠小姐 没事 赶紧给大哥送去吧 是 大哥 我大哥 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有没有解药啊 这是一种毒性很猛烈的药 我也没有把握 能够完全地解毒 只有在下毒之人的手上 才有可能找到这种解药 我现在所能做的 只能尽力压制住 大公子体内的毒情 但 无法保证大公子 何时能够苏醒啊 下毒之人的心思如此歹毒 可真是要我儿子的命啊 娘 您可别太着急了 当心身体啊 太医刚才也说了 大哥体内的毒性啊 被暂时压制了 我们还有时间 可以慢慢找解药 事关大哥的安危 必须立刻找出下毒之人 镇国侯府规矩森严 没有那么容易进出 下毒之人 你还在府里 召集所有下人 仔仔细细地 把府里给我搜个遍 我倒要看看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敢毒害我镇国侯府的人 还有那个 关在柴房的宋温言 他也一样有心 是 再坚持一下 顾神医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一定会还我们清白的 爹 不管爹 还能不能活着 离开镇国侯府 你都要好好的 活下去 爹 别丢下我一个人好不好 好孩子 你们要干什么 你要带我去哪儿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女儿 夫人 除了下人房外 所有的地方都搜过了 没有毒药的痕迹 看来 还真是你们这群人里面 出了居心叩策 想谋害主子的贱奴 郑国侯府 带你们不薄 你们既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害我大哥 哎呀 娘 您可别生气了 为这些人 欺坏身子 可不知道 郑国侯府家教森严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 怎么宋温言来了之后 重现这么多恶劣的事 现在连大哥都中毒了 我看就是宋温言 对我们郑国侯府的人 怀恨在心 想要把我们都拍死 什么 顾神医中毒了 前段时间 我好像看到宋温言 在后门那边 跟人鬼鬼祟祟 不知道说些什么 不会就是那段时间 偷偷把毒药 带进府里的 我根本就没有去过后门 也没有什么毒药 是不是你 我一搜便知 唐红 去他的房间 给我仔仔细细的搜 是 夫人 我在宋温言的房间里 发现了这个 就是这个 好啊 人赃并获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不知道这为什么会出现在我房间的盒子里 你还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 我们故意把东西藏在你的盒子里 来冤枉你吗 宋温言 君海救了你多少次 处处维护你帮你 你就是这么恩将仇报 对待你的恩人吗 解药在哪里 我劝你识相的话 赶紧给我交出来 我不知道什么毒药 根本有解药 我昨天一直被你们关在柴房里 根本就没有出来过 我怎么可能给顾神医下毒呢 谁知道 你有没有出去 像你这种歹毒的人 一个小小的柴房 能困住你 宋温言 你真是枉费我大哥对你这么好 来人 给我打 打到那交出解药为止 不要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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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相信我 真的不是我 夫人 来人 给我狠狠地打 你到底说不说 夫人 不是我 不是我 真是活干 像你这样的贱人 早就应该尝尝苦头了 停一下 宋温言这种人呢 嘴硬的狠 我看 还是把他那个残废爹一起拉过来的 这样 他可能才会说出 他所做的 一切 来人 瓦碳的残废爹拉来 你接打 不要碰我爹 有什么冲着我来 爷爷 我的爷爷呢 你们为什么把我的爷爷打成这个样子 别急呀 马上就轮到你了 给我打 打死了 拉去一起喂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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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爹 爹 啊 爹爹 爹爹 爹你怎么了爹 爹你不能死啊 我们要回家的 对呀 他真是恶人有恶报 是你们 是你们杀了我爹 你们全都是袖手 活该 我又杀了你们 娘 救命啊娘 让他崩了娘 救我啊 走开 救命 救命啊 一只蝼蚁还想奋力反抗 真是笑 家 他 终于 你要解脱了吗 宋文言 你就安心去死吧 这些荣华富贵 我会替你好好享受的 宝珠 你没事吧 娘 她的身手为什么没有胎记 她就是当我领导的那个姑娘 风儿 你再轻轻地吹 吹了一眼的花 我刚才翻阅了大量铁器 发现真正的宝珠复活的话是不会枯萎的 真正的宝珠其实 宋金生 真正的宝珠是宋温言 快救人 快快快救人 太医快救人 快救人 快把她抬去相防 等一下 娘 为什么要救她呀 俊海的剪药还没吻出来 她还不能死 快救人呢 快救人 快快快 为什么贺兰婉的态度突然变得这么奇怪 有猫腻 孩子 我可以看看你身上的胎记吗 你 你真的有蝴蝶抬起 难道你 孩子 你真的是宝珠吗 宝珠 你们杀了我爹还不够 还想耍什么把戏来折磨我 给我个痛快 这些杀了我吧 娘 所以你昨天突然救下宋温言 就是因为看到他身上有蝴蝶抬起 以为他才是你女儿是吗 我 娘 你连问都没有问过 我就选择想起别人 难道您和别人一样 偏袒宋温言 希望他才是你孩子 娘 你看看 到底谁才是你孩子 这 可是 可是昨天明明 明明昨天还没有看见是吗 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漂泊在外 我怕别人看到我的胎记 所以有粉霜盖出 娘 你现在连问都不问我 就开始怀疑我了吗 娘 娘 宝珠 你 你原谅娘 是我错了 是娘不好啊 娘不该怀疑你 娘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还有活电台记的事 今天河南南看到我的左肩 差点就露馅 哎呦 没事了 娘给你刺一个 以后啊 你就是真真正正的镇国侯府小姐了 你这个贱人害了大哥害了宝珠 你怎么不去死啊 哎 娘 别去 别让他的脏血溅了你一身 终于解脱了 去死吧 宝珍 宝珠 你们过来 宝珍啊 宝珠 这个呀 是娘送给你们的礼物 以后你们带着这个铃铛 听到声音一定要认得彼此哦 知道了吗 知道了 真乖 玩去吧 你们的这个铃铛呢 就是你们作为苗疆圣女的信物呢 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 以后如果你们遇见危险了 宝珠就用心头血来救你们 二哥 二哥 快点啦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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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谁 一个谁 哎呀 我再去欺负我姐姐 我再去欺负我姐姐 你就请你姐姐去死吧 原来我才是顾宝珠啊 神是晖气 这吓动人 连血 都是脏 现在这都哭了 晚了 你和你那个残废爹 干那些伤天害你的事的事 怎么没有想到会有金家 行了 行了 打也打了 气也撒了 就这样吧 娘 因为宋文言 我都受了多少委屈了 事到如今 你还要饶他一命吗 行 那就拉出去 长臂吧 来人 原来这就是我一直想找到的家人 夫人 大公子 大公子醒了 君海醒了 怎么可能 他中的可是剧毒 没死就算了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醒了 快 不行 我绝对不能让他说出真相 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到夫人说什么 还不赶紧把这个贱民 拉出去叫逼 君海 君海 娘 君海 你可算醒了 担心死娘了 是啊 大哥 你是不知道 你昏迷这段时间 娘急得连饭都吃不下 娘 您别担心了 我这不是醒了吗 我之前学医 不知道吃了多少灵丹妙药 吃点毒 根本就伤不到我 这可真是老天保佑啊 大哥 你醒了 娘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 我之前翻阅点击发现 河下拥有 妖灵圣体 心头血的普通人 也会拥有 复活植物的能力 只不过 复活的植物 会很快枯萎 灵师师之前 复活的那一株 现在已经枯萎了 大哥 你不能因为 袒护宋文言 就这样说谎 包庇他呀 你不用着急否认 是真是假 叫宋文言 过来一事便知 宋文言 他这会儿 可过不来了 宋文言怎么了 你对他做了什么 他这会儿 应该已经被仗毙了 什么 大哥 军海 住手 你没事吧 这护卫怎么 手脚这么晚 一个宋文言 这么就还没处理干净 大哥 你不能因为 典籍里的一句话 就怀疑宝 你得拿出证据来 是啊 军海 要是再认错了人 可就伤了宝珠的心了 娘 为什么大哥 总是不相信我呀 别怕 我们都站在你这边 不管 宋文言 是不是真的宝珠 但你灵石师 一定不可能 是真的宝珠 你为什么这么说 赵睿 我查阅资料之后 第一时间便吩咐赵睿 去调查灵石师的身份 并抓来了 他的亲娘 王国 也是这个人 当年带走了宝珠 她就是灵石师的亲生母亲 求求你饶了我吧 是我猪油蒙了心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 求求这位 菩萨心肠的夫人 快救救我的孩子吧 这孩子的脸 怎么这么黄 让他们进来吧 是你 当年 我好心好意地收留你 你却带走了我的孩子 还挖走了他的心头血 求求你饶了我们吧 我才也不敢了 我才也不敢了 我才是郭宝珠 我才是郭宝珠 娘 你救他们做什么 我才是郭宝珠 当年宝珠 被挖去心头血 是宋长根经过破庙 然后救了他 不可能 我一直欺负的贱民 一直看不起的贱民 是我的妹妹顾宝珠 这绝对不可能 你 你真的是宝珠吗 想要知道宋文言是不是真正的宝珠 我们都忽略了一个犯 药蕊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 公子 来 只有真正苗疆圣女的血 还能唤醒属于他们身份的灵荡 宋文言 就是真正的宝珠 真是可笑 流出我们顾家的血 难道这不是你抢来的吗 不是 这本来就是我的 宋文言 我杀了你 只有你死 才能是这个不保住 啊 啊 啊 王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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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回头 不回头 就这 你 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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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珠你别怕 姐姐用心动血救你 我下去 宝珠 郭宝珍 不用你救我 你的一切我都觉得恶心 宝珠 对不起 对不起 都走开 放心吧 还死不了 不用你们救我 也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们 我要你们 这辈子都活在愧疚里 不过往的季节 不得的夜 无缺生死的笑脸 牵牵起陌生爱恋 一风干落的危险 只为你变远 我们回家吧 我想回家 去寻找一切的思念 如果你在遇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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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让你看见 等我睡醒了 我们就回家 哪怕追寻前面 也等你出现 娘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宝珠 是你和宝珍用心头血救了她和宋长根吗 说不定这样的话 宝珠就会跟我们回家呢 我不想她因为救命之恩 心怀愧疚地跟我回家 我只希望有一天 她能真正地原谅我们 再叫我一声娘亲 如果宝珠不愿意原谅我的话 我愿用一声去向她赎罪 爹 累不累 不累 宝珠她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到时候 我们一起接她回家 都出汗了 行了行了 爹还得干活的 来 走吧 好 好